加州阳光 举世闻名 在这里除了享受阳光沙滩以外 拥有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也十分重要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些选择太阳镜的小贴士 那当然大家都是以美来做一个大的前提 特别是女士了 那怎么样去挑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墨镜呢 我觉得你本人能够到店里面去试戴 那当然还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有些客人想要买那个墨镜送给朋友的话 有时候相对来说 能够再戴在本人的脸型上面去试戴 其实是最好的 那二来呢在镜片方面呢 有很多类型的 有些客人如果比较长期要开车 或者是要做很多户外的运动的话呢 其实可以考虑选择叫做偏光镜 我们英文叫做Polarize的眼镜片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其中之一 那如果你要做有度数的墨镜的话呢 有些客人觉得说 两副眼镜要一个没有颜色 一个有颜色要换来换去 比较不方便 你也可以考虑配这个叫做变色的 有度数的墨镜 那它是相对碰到阳光紫外线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墨镜 你到室内的时候 它会变成普通没有颜色的眼镜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选择 可以考虑的其中一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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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